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阳台的窗边等位置是直接可以接受阳光直射的 基本上每天的光照时长不低于6个小时 进入夏季以后 这两个地方不但光照过于强烈 温度还比较高 最高温甚至可以达到30度以上 这显然违背了富贵族喜阴怕高温的生长特点 会严重弱化富贵族的长势 甚至直接造成枯萎 所以南侧阳台以及向阳的窗边不能摆放富贵族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很多人喜欢把富贵族摆放在空调周围 其实这个位置最不适合放置富贵族 因为空调周边的空气比较干燥 湿度根本达不到富贵族的生长要求 很容易让富贵族出现叶子发黄 掉叶等一系列的情况 不利于富贵族的生长 另外空调周围的温度都比较低 而富贵族又是一种洗温暖的花卉 对低温的耐受力较弱 长时间处于低温环境下 很容易冻伤之夜 严重时会直接导致富贵族枯萎 所以空调周围也是不能摆放富贵族的 三,暖气片周围不能放富贵族 进入冬季以后气温普遍较低 有些地区的温度甚至可以降到零下十几度 这么极端的气候显然不利于富贵族生长 所以很多花油都会把富贵族挪到室内 放在暖气片上来养护 其实这种做法非常错误 富贵族特别怕高温 温度一旦高于三十度 就会让植株散失大量水分 变得尼尔巴无力 而暖气片周围的温度普遍较高 空气也过于干燥 这两个致命因素会直接把富贵族烫死 使得本来生机勃勃的富贵族 变成一棵枯草 所以暖气片周围也是不可以放富贵族的 不过这主要针对北方地区拥有暖气片的花油 南方地区的室内一般没有暖气 4.门口厕所等处也不能放富贵族 以上主要从富贵族的生长特点来说的 除此以外 富贵族还是一种吉祥话 是有利于家中风水的 所以家里面白放富贵族也要有所讲究 不能破坏了风水 以免带来不好的运气 像门口这个位置是不能放富贵族的 因为门口与外界相通 容易把财运送走 不能更好的拒揽财气和福气 另外厕所里面也不能放富贵族 因为厕所里面的阴气太重 会冲掉富贵族的吉利 甚至还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 5.富贵族不宜放在财位上 从风水角度来讲 放在财位的植物一大叶 集中一些叶子成兼长形的植物 所以富贵族不宜摆在财位 将其摆放在财位或煞位 只会令到运势转叉 很多人都会误解富贵族 为增进财运的风水物品 其实这个名字 只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 在全屋的财位 放置富贵族会导致财运上有损失 2.哪些地方养富贵族好 1.放在墙角 墙角摆放富贵族 对于聚气是可以产生很好影响的 因为在住宅风水里面 本身墙角的聚气空间就很大 但是却因为没有聚气能力 而很容易积累阴气煞气 如果再次摆放了富贵族的话 那就会在聚集风水气息的同时 还能化解阴气煞气 2.放在沙发旁边 沙发的旁边也很适合摆放富贵族 因为沙发是家里人 茶余饭后休息的地方 如果再次摆放了富贵族 那就可以使得家里人的情绪更加安稳 平时家里人之间的关系 也一般都是会因此而更加和谐的 所以整个家庭的运势也会因此而提升 3.放在走廊 走廊是很寂空空如也的 如果走廊空荡荡 那就会导致家人很容易遭到冲击 运势也有下降 如果在走廊摆放一些植物 例如富贵族 那就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学得家里人更加和谐 当然最好就是在走廊的两端都摆放 这样可以产生的风水效果是会更好的 4.流年文昌味 富贵族能带来采运 本身就有很好的寓意 可以将其摆放在家中的流年文昌味上 长此以往可以带来开运的效果 还能让风水变好 需要注意的是 富贵族不要摆放在散发冷气的空调电扇前面 否则会出现叶片干枯衰败的情况 更为糟糕的是 还会使家里风水变差 家庭成员会遇到很多倒霉的事情 身体健康状态会严重下降 摆放在室内时 富贵族不能单株养在室内 要注意选择两株以上 原因在于单株植物放在室内的话 会形成一个困子 还会严重影响到家里的风水 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另外富贵族还具有提升视野运和学业运的作用 因此也可以将其放在书房或者是办公室 5.九子喜庆位 将富贵族摆放在九子喜庆位 可以使家庭充满幸福与快乐 更加欢乐圆满 还能够带来婚嫁 升迁等喜事 不断加强和改善家里的运势 让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还可以将富贵族放在厨房或者是冰箱上面 正好可以对煞气进行流动吸引 从而及时清除家里预计的煞气 富贵族还可以直接摆放在家里的财位上 要找到明财位和暗财位 直接将其放在家里 必然能够催往金钱运势 让家里财源滚滚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法 家人能够赚到很多意料之外的财富 比如说无意间购买的彩票 忽然间中了大价 从而一夜暴富 再比如说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 比如股票和基金等赚取丰厚的收益 家人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三富贵族种几只何事 一水养富贵族以一只或四只为一 在《易经》上说到天一生水第六成只 如果大家是打算水养富贵族 在花瓶中的话 最好就是一只 因为天一天为基数又能生水 能够保证富贵族有充足的水分 同时也有一盏红土的寓意 假如觉得一只很单一不好看 也可以养四只 金生水利于植物生长 二盆栽富贵族以两只或五只为意 如果选择用泥土盆栽富贵族 最好选用两只或五只 因为二属火 火欲欲望 如果把种有两只的盆栽富贵族 摆放在店铺里 可催望店铺的生意 欲欲生意兴隆 五五行属土 是有扩展开放领域的意思 如果是从事的事业需要扩展领域之类 种植五只富贵族最适合 三 催望学业以五只或四只为一 富贵族除了有招财的功效 对于学业事业也有兴旺的作用 一般把富贵族摆放在家中的文称位上 就能助事业学业节节高升了 而富贵族的数量最好是五只 分别四只长一只短 当然市面上有设置成塔状五根的也是可以的 如果先太多或不知道怎么摆放好看 选择四只也可以 在风水学说上四是文昌的数 只是五只刚好有塔形的五个点 寓意比较清晰一些 此外还可以用方形或圆柱形的花瓶水养富贵族 以九数来摆放 九当然不是九根富贵族 而是富贵族和铜钱加起来总数为九 可以富贵族五铜钱四也可以相反 九数一九 寓意福气富贵长长久久 而睡样植物容易在瓶子内滋生虫子 放铜钱可以避免虫子滋生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